好 我們回來講 這次疫情 我們擔心 沒有辦法那麼快趨緩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南韓出現了暴增病例 南韓竟然一天暴增100例 真的讓我們都怕得到 大邱 我們這兩天談到大邱 大邱已經被指定為特別管理區 因為大邱出了一個毒後 那個60歲的婦人 自己確診之後還趴趴走 去很多醫院還參加婚禮 還去教會做禮拜 所以出現毒後之後發現 整個病例數持續的往上增加 而且還接觸的人多到上千人 因為他們教會的人很多 所以美國也很緊張 駐韓的美軍已經暫時關閉了大邱基地 而且禁止官兵到大邱去旅遊 韓國現在的疫情 也有可能影響到它的生產線了 因為連海力是有員工 和確診肺炎者接觸 隔離人數擴大到800名 所以我們擔心有沒有可能出現 產業鍛鍊危機 我想大邱的重要性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部分的話 它是非常重要的 美軍基地的所在地 美軍基地不會是在釜山 也不會是在守吾 在大邱 第二個部分 它是記憶體跟面板的重鎮 第三它當然就是一個紡織 因為它有號稱東方米蘭 我們先來講一下 就是大邱的人口數 是佔整個韓國的4.8% 可是如果到昨天為止的話 大邱的病例是39名 今天當然還有再增加 它的病例佔整個韓國的比例37% 所以換言之你知道嗎 它得病的人是它人口數的7倍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次這個毒後 它散佈出去的多嚴重 第二個部分的話 當然因為這是第31號病例 你說它被誰傳染的 很可能就比如說被之前的 紀州島的一個官兵 因為它回鄉的時候 它家就在大邱 所以這樣子陸陸續續這樣感染之後 連它周邊的包含像你看到的 那些科技廠 現在都開始緊張了 因為本來海力士 SK海力士 基本上它針對280個人 去做觀察跟檢疫 但是現在可能要擴大到800個人 所以現在變成說 整個產業上面來講 變成一個很危險的一個部分 我們先來講美國 它現在已經針對這個所謂的 大邱這邊的一個兵營 美軍基地已經關閉了 對 關閉 那基本上大邱有兩個兵營 一個叫亨利兵營 一個叫卡羅爾兵營 那我們先來講卡羅爾的部分 因為各位看韓劇可能比較熟 因為這裡面有的時候 韓劇有演那個卡羅兵營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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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韓劇都有在演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 很著名的觀光景點叫窩館 既然叫窩這個字 當然就跟日本有關係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各位就要知道說 當初東亞的一個歷史 1904年的時候日俄戰爭 日本打贏 然後之後1905年 就開始侵略了朝鮮 所以很多南韓的悲慘的電影故事 都是從那時候開始 好啦 當時就是在大邱這個地方 設立了一個叫窩館 作為一個軍事的一個樞紐 後來1950年不是南北韓戰爭嗎 洛東江戰役的時候 也是把那個當中心 那這裡面 現在各位要知道有 美韓最重要的軍事重鎮 基本上就是以那個窩館 那個附近的兵營為中心 而且它裡面的物資調度 大概可以有一個履級的單位裡面 一個月的一個消耗量 然後三個中甲鯉的一個武器 裡面有4600個工作人員裡面 大概有35% 基本上是所謂的美國人 所以你看美國人有多高 有大概1000多個人 你這1000多個人 如果在大邱走的話 會不會散布出去 當然會 所以現在美國人也很緊張 就開始在禁止這些 好 那我們剛剛講了兵的部分 就是軍事的部分 我們再來講 跟我們台灣最相關的 一個叫記憶體 一個叫面板 因為他們也不是在釜山 也不是在人川 他們就在大邱 南韓的記憶體 真的好死不死 就是在大邱旁邊 車程三個半小時 所以原則上你要知道記憶體 我念幾個數字 各位要有一個概念 比如說全球的DRAIN裡面 有7成是集中在南韓 就是在大邱旁邊 然後再來有4成的 所謂的NEMFRESH也是在南韓 所以現在這邊只要一掛的話 那個已經不是斷鏈的問題 我剛剛阿關在講斷鏈 我覺得比斷鏈更嚴重的是缺量 我們來講一個2018年當時的案例 三星在平折這個地方 曾經NEMFRESH有跳電 它跳多久 跳半個小時 它影響5 6萬片的一個產能 在全球的產能來講只有3% 所以我做了一張圖給各位來看 當時那個停電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南亞科就是左邊的部分 跟滑邦的部分確實有上去 那是因為你3%的供應鏈 我再怎麼樣台灣還可以怎麼樣 去替代效果對不對 好 所以上去的這一段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是黃色這個區塊對不對 對 就是平折跳電的那件事情 所以它跳電之後 我們看到台灣的相關記憶體廠商 就上去了 你說這一家是 這家是南科 好 南科 旁邊的話是滑邦店 好 滑邦店也出現紅K棒 也上去了 對 所以三星一跳電 我們就得力了 對 但是是跳電 因為是影響3% 如果影響3成 如果影響7成 那個就已經不是 那個連供應鏈都沒有了 連料都沒有了 你後面東西做不出來 那南科的營收會好嗎 滑邦的營收會好嗎 所以都不會好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今天的記憶體的股票並不強 當然有一點受到大盤的影響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講 大家擔心這一塊 好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所謂的記憶體 我們再來講面板的部分 面板有3成6是集中在韓國 現在你看各位一個手機裡面 我們都用那個Emily的 就M-OLED的一個面板 大概有30%都在用 這裡面三星可以生產9成 佔9成的市占率 中國的京東方只佔6% 所以我們這次在講武漢肺炎的時候 你說京東方長江存儲出狀況 那個佔全世界影響比例低 但是如果一旦韓國出狀況的話 記憶體也好 面板也好 更不要講電視的面板 整個100%基本上都是由熱金來做的 所以你看三個半車程 距離這個大邱的部分 我們最後再來講一個 所以熱金的股價今天跌了 也跌了 一定要跌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直接第一個影響營收 第二個影響後面的一個出貨 三星我們也來看一下 三星的股價今天是不是也跌了 我們來看三星也跌了 也跌 所以在今天都受到了大邱的影響 那簡單的給各位再帶過 另外一個觀念 就是大邱我們在看韓劇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提到很多人 它的故鄉都是在大邱 因為大邱它是一個工業跟紡織的重鎮 它裡面還有汽車 像世界第四大廠的雷諾 就在這個地方 但它不是有傳統車 只好它是坐電動車 所以它現在已經把大邱 變成是全世界第三個無人計程車 那個晚上那個自動車 不是可以當那個Uber嗎 無人計程車的一個車隊 第一個在巴黎 第二個在特拉維夫 就是在以色列 第三個就在大邱 所以各位不要 跨尿不跌 大邱很重要 先地點 轉到馬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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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